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雅而作的华丽女子 是啊 雅飞小姐 今天我们可正好接了任务 还赶着时间呢呀 另一侧一名男子坐于轮椅之上 目光呢 也望着手座的女子 萧鼎大哥叫我雅飞就可以了 这么称呼 可就显得生分了许多呀 所谓的女子呢 面颊如玉 眉带如晃 红润的嘴唇 所勾勒起的微笑的弧度 令他举手投足之间 充斥着妖娆的风情 听到对男子的称呼 何然就是萧嫣的大哥 萧鼎 这次派人着急地将海老 与萧鼎请来 这呀是啊 我接到了一些不太好的消息 据情报所说 如今的云兰宗 似乎因有着一些不小的动向 上一次云兰宗有所动静 便是对萧家出手之时 这一次又是如此 想必缩图必然不小啊 说到萧家出手的时候 雅飞的目光呢 瞟了一眼轮椅上的萧鼎 萧鼎的脸色 没有丝毫的动静 依然保持如春风一般的笑容 怎么 云兰宗又有动静了 一旁的海波东 倒是皱起了眉头 他们这次又想干什么呀 暂时还不知道他们的目的 而且他们的动静也颇为的隐秘 若非我如今的情报王 已经前进了云兰宗 恐怕还真的难以察觉呀 难道是冲着咱们来的 他们是如何发现 萧家残余的族人 在我们米特尔家族的庇护之下的呀 这个嘛也只是猜测 这些年云兰宗的所有的动作 都越来越不像是以往那个 保持着超人身份的门派了 我想恐怕皇室也早就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了 不过云山实力太强 因此连皇室也不敢有丝毫的异动 生怕惹恼了这个近在咫尺的庞然大物 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呢 米特尔家族是加玛帝国三大家族之一 牵扯极大 不像当年我们肖家 若是云兰宗要对你们出手 想必也会引发帝国内的动荡 其他势力应该不会坐视米特尔家族被云兰宗毁灭的 当然了凡事都有例外 也正如你们所说 云兰宗本来就是加玛帝国最强的势力 如今再加上云山这等强者 其一对势力就算是有心想要帮忙 也得掂量一下啊 萧鼎缓缓缓说道 嗯 这话说的有些道理 不过万事都得小心啊 这段时间萧鼎你让你们的族人呢 尽量少外出 米特尔家族呢也要暗中警戒起来呀 万一云兰宗真有什么动静 也不至于搞得咱们是措手不及吗 是啊 萧鼎微微点头 哎喊老 这说实在的 真是很抱歉 因为我萧家竟然将你们米特尔家族也脱下了水 嗨 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而且这也并非是无故相帮 你呀 就当我这个老家伙是拿我这条老命 以及米特尔家族再搞一盘赌博吧 海老是赌我三弟 一定能够归来并且战胜于兰宗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的确是一场豪赌啊 那你心里那个小家伙会回来力挽狂澜吗 我自然相信 而且我还能够感觉到 或许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老夫也正是有这个想法啊 望着一脸笑容的两个人 雅菲的嘴角也流露出了一抹笑意 小家伙我也相信 你会以强着姿态回归加玛帝国的 云兰宗后山 一处偏僻的大殿 空荡荡的大殿之中寂静无声 大殿中央位置一名风华绝代白衣女子安静的坐于铺团之上 紧闭着眼帘 吱啊一声 空荡的大殿当中响起开门的声音 旋即那紧闭着大殿大门便缓缓打开 一缕月光的蔓延而进 最后将那名白衣女子包裹而进 宛如那一层淡淡的银纱 使得后者宛如天际仙子充实着一种难以言明的高贵与飘渺 大门开启 一道苍老的声音缓缓响起 人儿啊 还在生为谁的气吗 听到声音 白衣女子缓缓睁开了眼眸 犹如宝石般的眸子在月光的反射之下 有着一种异样的魅力 在衬托着那张高贵出尘的淡然的俏脸 令人有一种自惭行贿之感 而那张熟悉的面旁呢 赫然就是当年的云兰宗的宗主云韵 三年的岁月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丝毫的痕迹 眸子瞟了眼面前的老者 白女子并没起身 老师今日怎么有空来着进殿了 哎呀 婴儿啊 你还是这个脾气 为了一个毫无瓜葛的肖家 你便忘记了老师对你的栽培吗 老师多年栽培 云云自然谨记在心 但是一个小小的肖家 你何必对他们如此 你这样便彻底欲消 他成了不死不休吗 成便成了 一个自以为有些天赋的小辈而已 还能让我云云如何的忌惮呢 那小子被追杀的逃离加玛帝国已经三年了 不过这三年附近的几个帝国中都未有那个家伙的消息 说不定啊 早已经不知道死在哪个地方了 好了 我来也不适合你扯那个家伙的 只要呢 等你将那个小子忘记了 我会再度的让你重登宗主之位 但是看现在呀 你还是忘不了他呀 那肖家我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而我已经接到了消息 肖家残党应该在米特尔家族的庇护之下 海波东那个老家伙 几次三番阻我云兰宗之士 真当老夫是收拾不了他了吗 这一次我要让肖家彻底的在加玛帝国灭绝 怎么 你要动米特尔家族 米特尔家族是帝国三大家族之一 若是云兰宗对他们出手 帝人会引起众多势力的不满 老师 你难道想让将云兰宗立于加玛帝国所有人的对立面吗 一群漂亮小丑 他们若是想动 那也正好 加玛帝国平静太久了 能够大清洗一次对我云兰宗来说 倒也算不错吗 云云震惊的 望着面前这个性子几乎于以前大变的云山 实在是有些难以相信 老师 你在执迷不悟 云兰宗迟早会毁在你的手上 云云 你现在是越来越大胆了 竟然敢如此和我说话 云兰宗不会在我手中覆灭 反而 我会将他带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那个地步 是以往云兰宗任何一任宗主都未曾达到过的 在即将走出大殿大门的时候 云山脚步一顿 还有 你最好将那个小子忘掉 不要再痴心妄想他还会回到加玛帝国 就算他能回来 老夫也会在第一时间取他小命 而且云兰宗回齐满门 你作为云兰宗的宗主 这般立场便已经说明你们之间绝对不可能 说完了 云山脚步一踏 行出了大殿 刨袖挥动之间厚重的大殿大门便轰然紧闭了 望着那紧闭的大门 云兰欲手紧握呀 片刻之后 那张顾盼生辉的翘脸之上 浮现了些续情商的爱 这张顾盾